香水 等一下你可以喘一下它的味道 那其實它的味道啊 你如果說常出國 有經過那個免稅店 你對於說它的味道啊 應該會不熟 應該是蠻熟悉的 蠻熟悉的 它這個是 Chanel Chanel的某一個款 香水 那它在一般啊 免稅店 或者是百貨公司賣的話 差不多是三千多塊錢 那新一點的味道 可能有到五千六千 不一定 那蘇豆粒葉 它這一個 是同樣的配方 它是跟那邊 瑞士那邊的廠商 它是同一個 在工廠 只是不同的生產線 之同的生產線 那 Chanel 它賣了三千到五千 不等 蘇豆粒葉 這一個 應該是多少錢 這多少錢 兩百五 兩百五 只有兩百五 一樣的東西 一樣的東西 只是 換個瓶子 瓶子也差不多 換個包裝 換個名字 而已 價格 可以用到這麼低 其實很多很多 就是他們的一些東西啊 或是像化妝品的東西 是成本的版本 成本本來就是比較低 那因為可能就是 有一些廣告啊 或者是一個代理商啊 還有就是一些經銷商 他們需要鑽一手 所以一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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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疊上去 才有現在 我們上面看到一些價格 那其實很多東西 很多東西其實 蘇豆粒葉跟很多公司合作 又或者是說他們是聯發的 可以把一些工廠的一些價格 直接銷售到我們的會員上面 是他的香水 那今天啊 因為東西 就這個包包而已 其實他有很多很多東西 如果說你有興趣 或者是說 你想要了解更多 那他有一些後台 你可以上去看 還有哪些東西 真的七千多項 介紹不完 如果說你今天一整天 叫我講 我也講不完 所以你可以成為他們的會員之後 你可以去他們後台想要買東西 但是包含了十一住行 你看我這次去他們大陸的工廠的時候 也去住了他們家的旅館 他們的旅館 飯店 所以他們十一住行全包了 全包了 那就針對今天這些商品的部分 那各位在座各位還有一些什麼樣的問題嗎 如果說沒有 你還想要看其他 可不可以你那個香水會有做表示 是讓人家聞說價錢而已嗎 那我們也不知道說 他一定就是那個廠商配方 那是你們講 但你那個沒像是可以做測試嗎 你說測試 對啊 香水有一些不一樣嗎 你說香水的怎麼樣 他的一些可能 配方嗎 對啊 畢竟我不是 我們就是在於說 因為他們有跟這家 保密協定 不是保密協定 就是說他們跟他們是這家公司有合作 就是這樣 對 然後他們就是針對於說 那只是開不同的生產線 開不同的生產線 是 因為其實他們在 大陸就是這樣 他們的人口 很多 他們的市場大 我當然 我用 對我來講 我是增加一條線 對於那家公司來 我只是增加有一條生產線 那我就把這些東西拿給你 那只是說 因為他把這中間的一些廣告啊 經銷啊 代理啊 都省略掉了 所以他可以用很低很低很低的一些價格 就可以直接放到給消費者 所以他們這家 呃 代工廠其實也願意跟 中國大陸會合作 因為他需求大 對他來講 沒有什麼產品 所以他兄弟只有這一款 你說香水 他香水很多種 很多種 對啊 因為我 因為這次去大陸就是 因為我實際去參觀 他光是女生的香水 女生的香水 就有差不多七八樣 我也香不了很多 就是我覺得 這是男生的 比較有味道 我自己喜歡的味道 也就是帶了幾個 那男生的其實也有 他這個味道 如果說你有噴 香水啊 運動型的 應該也是很熟悉 這個是 當地兒的那個味道 那很多東西 如果說 你對於說他們這些商品 有些疑慮的話 其實我們也可以 我之前 我們在 剛進來的時候 其實對於說他們商品 也是有一些存疑在 所以我們就是 去會 就是請公司那邊說 那你進來台灣 我剛好講 進來台灣就是必須要我做一些檢測 都是做一些檢測 那所有的商品 只要是台灣公開辦售的 都有SGS的認證 所以都有國家的一個保證 還有嗎 那我們就是請 我們的那個Betty 來為各位介紹一下 就是說 我們怎麼透過一些方式 可以用很便宜的方式 很便宜的價格 買到商品以外 那還有沒有可能性 再從這邊 被算到一些錢 那他的商業模式 到底是怎麼樣 那我們請他來介紹一下 好不好 好